哈囉 大家好 薩姐 今天會想起就法區議會選舉 因為我經常都呼籲大家利用選票去選出自己想要的議員 突然想起明年立法會選舉 想起立法會選舉就想起Logo 現在經常有人說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立法會經常說的一句Logo 就是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去年立法會是吹得很行的 我們要言論自由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為什麼現在不說 香港核心價值有嗎 有變好什麼沒有 言論自由有變好什麼沒有 不是 它沒錯 我們現在是有言論自由 但是會被人打的 它沒有說不被人打的 你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會被人打的 那你敢不敢說的嗎 它說 你是可以說的 你可以說撐警的 你是否被人打的 這個也是言論自由 但是後果自負 但是可否香港核心價值呢 即是法治嘛 它經常都說 香港是要有法治的 人人平等的 現在去哪裡了 五大訴求從來沒有說法治 五大訴求就是違反法治嘛 所以它現在這個Logo沒有了嘛 你現在看到民主派沒有說要言論自由的 沒有說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 因為核心價值已經被他們摧毀了嘛 如果它現在說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話 就等同要抓那些支持警察去抓那些暴徒 是吧 支持警察去非法集結的時候 就是抓人了 什麼都不用舉旗了 你看到嘛 那些政棍就是這樣的了 一時一躍 你不信你看回上去立會的時候 劉小麗 朱凱迪那些說得很很很很民主很偉大的 你看到每個民主黨都說了 我要砍發香港核心價值嘛 要言論自由嘛 那時候只是說什麼二次元藝術的 他們都喊得這麼大嘛 那現在 非法集會 非法集結那怎麼辦呢 噢 現在 一港龍媽被人摧毀的 言論自由 一港龍媽就會被人摧毀的 你又不出聲 言論自由來的嘛 是不是 為什麼我說撐經濟就要被人摧毀呢 那我只要說 我不什麼就要被人摧毀呢 是不是 就是只要說 你給我美麗香港我就會被人摧毀的了 那這些是什麼言論自由啊 是不是 香港核心價值是什麼呀 那些什麼民主人 你們這麼說 無憐 香港是可以跳過法治的 核心價值是有法治的 但是你們在說什麼呢 你們在說不再追究的嘛 那麼香港哪裡是核心價值的呢 沒有了嘛 喂 還有你們真的 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幫泛民也好 泛統也好 反對也好 反什麼都好 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擲穿 刮馬路什麼都可以 都沒有事發生過 擲打破玻璃 打破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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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放的東西掃進去 都可以不再追究的話 那我下次打劍 我都不需要追究了 我都不需要什麼 你搞清楚 這些是很嚴重的罪行 怎麼可以說不追究 這些叫做核心價值嗎 核心價值就是講法治 法治是人人平等 你現在拿著政治旗號 就可以不再追究 這些叫做人人平等嗎 這些絕對不是人人平等 如果人人平等的話 今天你打破人家掛完機 是沒有事 他日人家打破人家的森容譜 搶人家的森容譜 都是沒有事的 是不是 今天你去飛磚 扔警察 他日人家飛磚 扔你家也行 是沒有事的 人人平等嘛 你是不是供過家出來我們扔磚 是真的可以的話 我想很多人扔你家 拿一塊磚去扔你家 這個不是 這是法治社會來的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有法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你的選票去看清楚這些假面具 不要說人人平等 我就行 你就不行 這些不是人人平等 你再問一下 為什麼你要蒙著臉 是不是 香港就有法治社會就說 我們要跟隨律法去行的嘛 既然法律都已經賦予了 我就說 你在遊行的時候 你參與非法集結的時候 你不可以戴面罩嘛 為什麼個個還要戴面罩呢 難聽點說一句 那個港大學生 為什麼要戴著面罩 套得這麼陷阱呢 他要校長張祥回應他 他為什麼不… 不…不… 拉開他面給人看而已 他怕影響他的前途嘛 萬一被人認敵 萬一被公司認到的 他再求職就沒有了 為什麼敢做不敢認啊 如果你那件事是沒有錯的話 你很清楚是沒有錯 那些公司 說真的 你是人才華 那些公司根本不在乎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好像正如薩姐那樣 養了出來的樣子 我不介意的 我沒有說錯話嘛 公司如果覺得 因為薩姐說了這麼正式不對的東西 而解僱我 就解僱我啦 我做得出來 我預料了負責任的啦 是不是呢 就是 我覺得做人 任何東西都是一定要負責任的 現在你們是想 又要做 又不想負責任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是錯的 是不被大家認同的 那我為什麼不做一些大家認同的東西呢 是對 又是大家認同的東西呢 就是 難聽一點的說句 大家認不認同不要緊 但是對還是錯 是很重要的 薩姐那天覺得 我說這些東西 是為了你們好 希望這個社會變回靈直 希望香港可以繼續起飛 不要說起飛 在平穩的地方 大家有凡事有公開 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如果我公司 政治立場不同的產額 我沒有話要說 起碼做得對 我自己應該做的事 但是你現在又做錯 又不被人認同的嘛 是不是呢 你要想一下 香港靠什麼人起家 是靠老前輩很辛苦起家 你弄爛了他們的東西 他們用了多少時間去弄 正如我之前 我之前上一條片說 我上一手的人弄爛了那盤數 我很生氣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盤數摺的時候 又是一盤難數 我現在用了多少心血去弄得多正 然後他們一個不跟我接手一年就玩到這樣 我有多不開心 老前輩都是這樣的 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去 把香港由一個 很交通不方便 乘巴士又要等餐死 又要以Osona的巴士坐 直到現在坐地鐵 有冷氣巴士 有Wi-Fi 然後一個不跟你們就這樣玩 他們有多心痛 希望大家真是想清楚 你們想香港怎樣 而去投出正確的人數 我不會叫你投誰 但你看清楚誰真是做事 究竟你想要的生活好些 還是想某椅子 就是在夢中 永遠達不到的夢想中 你自己決定 這次就這樣 拜拜